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東牌中會主持下 宣布拉法告正式受封成為牧師 所有牧師圍繞拉法告祈禱祝福 並為他批牧師披肩 歷經推動援運到成為歌星在中國演唱 今年56歲的拉法告 事隔多年後終於穿上牧師袍 上帝捐行我的時候 你要讓我是拿來的獸牧 那裡就要去拯救 就像摩西一樣被尋找 所以我好不拒絕地 好不推遲脫罪地工作 那自己轉換跑道 我是覺得那是人生的歷練 上帝給我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高興啊 高興 我老闆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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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個比 電台主持人也曾受邀前往中國演唱 更積極推動原住民權益的運動 他從玉山神學院和台南神學研究所畢業後 一九九一年接下第四屆的台灣原住民權力促進會會長職位 包括發動廢除盟葬委員會 設立中央原住民專責機構 將山地山包改為原住民的正名運動 他都擔任重要角色 而拉法告封幕當天 昔日一頭爭取原權的友人也來參與 卸下原運原權會會長之後 他就在台北市政府原住民委員會裡面當個秘書 也在大陸唱歌 所以從他這樣的一個一生當中 我不曉得他的目標是什麼 但是今天他在這個大鳥教會封幕之後 我發現到神要用一個人 他會讓他擴展他的一個視野 拉法告今天封幕坦白講是很意外 也很驚喜 那他應該是很多教會的牧師的一個 封幕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特別不一樣的一個封幕的人生的地墊 那麼我也相信以他過去的地墊呢 他封幕以後回到教會幕會 對教會會有很多的幫助 雖然是盧凱族 拉法告卻能說出純熟的台灣語 受封之後 拉法告也受聘成為台東大鳥教會第五屆牧師 在部落裡向居民傳道 跟再次部落裡向台東大鳥教會 發動 來到台東大鳥教會